好 观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大陆新闻解决节目 9月3号 4号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召开 中共的撒钱行为再度引发讨论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 委员你好 严正你好 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这次的论坛开幕的讲话中 承诺在未来三年要投资600亿 这个帮助非洲进行发展 那在中国现在比如说教育 医疗和社会福利 都是缺乏投资的情况下 那向非洲撒这么多钱 那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吐槽了 那你认为中共为什么要对非洲这么不惜血本 主要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 想连非抗美 当然非洲的战略资源像石油矿产 也是中共所看重的 同时呢 非洲它也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组成部分嘛 西方在非洲的根基还比较肤浅 因为它对非洲关注度比较低 所以中共呢是希望早于西方在非洲打下根基 把西方的影响力排除出去 从而把整个非洲变成中共比较稳定的一个战略后方阵营 来对抗西方 一带一路战略最近遇到了些挫折 像在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还有俄罗斯 这些传统中共比较倚重的盟友呢 是对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了批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非洲重要性相对于以往来讲呢 对北京来讲就上升了 而且最近中国的对外经济交流中心的副理事长 魏建国也提出了一个目标 说希望把非洲变成替代美国的市场 他是说中非贸易增长很快 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算什么 未来五年中非贸易能够增长到一年5000亿美元 就能够把中美贸易的减少数字给弥补回来 当然这种估计呢 我觉得是过于乐观了 因为非洲它的经济总量毕竟很少嘛 按照世界银行2016年的数字 非洲三个最大的经济体 南非 埃及 加上尼日利亚 在全球的经济总量里面只占1.5% 可是美国占了24%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 说中非贸易能够替代中美贸易 他说以后非洲能够替代美国 成为中国大陆最主要的出口对象 这个实现起来太困难了 太悬了 所以总体上趋势来讲 现在去拉拢非洲呢 是有点病急乱投医的味道 你衡量他做这个事情的时机呢 其实就是在前一段时间 他想连欧抗美呢 碰了一鼻子灰 看看世界上的哪些盟友 他能够拉到一起去怼美国 欧洲不行 墨西哥 加拿大都不行 看来看去就只剩非洲了 所以说非洲其实是目前中共国际战略里面 可选择的为数不多的剩下的伙伴了 那关于出资这个600亿呢 是有人算了一笔账 说如果这笔钱用于国内的这个教育 或者福利等投资呢 会办多少多少事 但是呢有人不同意这观点 说这600亿呢 就是无偿的援助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大部分呢是能收回来的 所以呢不算是白撒钱 你怎么看 后一种说法呢 其实我还不太赞同 因为投资国内的公共教育吧 那它既是政府应该履行的公共承诺 就是在国内教育欠账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你还把这个有限的财政资源弄到国外去 这个在民主国家肯定说不过去 同时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长远的战略性投资 你同样以投资的眼光来衡量 投资非洲的风险非常多 风险因素很多 一个是它政治不稳定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消费能力 能不能按照你预期的发展 这里面变数很多 再有就是说 它这个债务还不上啊 你还要不断的给它减免债务 所以过去几十年 其实我们看到从非洲的投资啊 你确实只看到投入 你没看到有什么很实际的回报 但是你把这个有限的资源用到国内呢 首先它能解决很紧迫的问题 然后呢 能够让老百姓呢 有实际的收获 你像今年9月1号 就刚刚在湖南发生的那个 磊阳市的家长去维权的那个事情 湖南磊阳市就很缺教育经费 发生这个事情的湖南省 它教育厅一年所得到的预算拨款 也就是165亿人民币 如果说这600亿美元 按照现在的汇率来算的话 差不多是4100亿元人民币 那按照湖南省教育厅的这个预算水准 都够它花24年了 按照它今年这个预算水准 那很可能呢湖南磊阳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对吧 同时呢 2018年中国教育部所得到的预算拨款 也就是1434亿元 加上头一年的那个财政截转 也就是1479亿元人民币 这就是中央本级财政给教育部 也就是这么多预算 如果这600亿美元 按照现在的汇率来算 按照这个预算水平 也够中国的教育部花三年的 同样以几十年的周期来衡量 如果你把这些钱用于国内的公共教育的话 不管是它的投资分风险 还是它的收益 完全可能是比非洲更高的 因为要知道过去这么多年 就包括这个一带一路项目开始以后 我们看到中资在非洲的巨大投资 它并没有在中国和非洲当地 创造出多少就业 对吧 你说你把这个钱投在中国国内 改善公共服务 提高这个公共教育水准 它直接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 直接有利于促进就业 和带来人们收入的增长 所以说你把这个钱花在国内 即使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以这个几十年的周期来看 它完全有可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好 所以这些有限的资源 它完全是有更好的去处的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湖南磊阳的学生家长维权事件 那么由于当地的学校 强制把公立学校的五六年级 分流到民办学校 引起了家长的抗议了 一直发生了这个警民冲突 那你觉得造成这个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主要从两个层面去看 第一就是湖南磊阳 它自己的问题 就是微观的视角 这个磊阳市呢 是湖南省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限级是 煤矿是它的支柱产业 那么过去几年 中国的经济增速下滑 对资源类商品的需求下降 所以它的这个财政支柱 这个煤矿产业呢 它就不行了 所以它的财政严重恶化 今年六月份有个报道 说这个磊阳市在五月份 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起了 都推迟发放了 同时财新网在七月份 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这个磊阳 它还有非常沉重的债务问题 它的那个国投债 对它的信用展望 已经下调至负面了 就是说它既财政资源枯竭 又有债务爆雷的问题 所以说它能够用于 教育的那个资源 就非常稀缺 而且它过去几年的 这个人口增加非常的快 然后教育资源还在减少 所以这就是它的具体问题 如果从宏观层面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那就反映出中国的 所谓新城市化政策 它配套措施跟不上 就是李克强提出了 中国的新城市化战略 目的的是想把这个农村人口呢 加速变成城市人口 这样呢 它就去消化三四线城市的 房地产存量 同时拉动这些城市的消费 但是呢 城市人口增加了以后 你相应的像医疗教育 这些公共服务得跟上啊 你相应的财政资源 投入得增加呀 可是呢 又没有这方面的跟进 所以说这就造成了 这个公共政策的首尾不能相顾 这里就体现出中共在设计政策上的性格问题 就是它把民生的这个重要性放在后面 它让这些农民进城去拉动经济做贡献 但是呢 对于解决别人的需要 这个民生却置足脑后 但你觉得雷扬的这种情况 是否具有普遍性 当然是有普遍性的 按照中共国务院的报告 就是像磊阳这样的所谓资源枯竭的城市呢 是有67个 但是要按照网易的报道来讲呢 有118个之多 所以就有这么多城市都面临着 所谓资源型城市枯竭在转型的问题 可是在过去几年 所谓实际的转型过程中 这些地方政府都通过大量举债的方式 所以呢 这些城市就普遍陷入了财政资源匮乏和债务危机的双重负担 所以这种情况是有普遍意义的 按照中国现行的财政体制 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的 像公共教育经费是中央和省级财政分担 省这一部分呢 在由省级财政和县级财政分担 校舍的建设维修这一部分 中央财政是出50% 省级财政是40% 市级财政占10% 但是教师的工资 这一块比较主要的支出 主要是由县乡级财政来保上的 那么在这个财政分配比例里面呢 最困难的就是县级财政 经常县级财政 连自己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你让他分担 他应该负责那个比例的教育经费的话 他就已经叫苦连天了 更何况现在还在搞什么新城市化 然后呢 这个三四线城市的人口还在增加 他要追加更多的教育投入 那他更就完不成了 就算不是资源类的城市 在中国县市两级财政的普遍情况 特别是在中西部 高负债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光去还这个借债的利息 对这两级财政都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了 所以你说公共服务 人口增加了还要增加公共服务 他就更顾不过来了 所以在整体上 中国地方财政吃紧的这样一种情况下 由于地方政府不能够履行公共服务 所引起的这个官民冲突 我想今后会越来越多的 现在中国有个流行的说法 叫消费降级 是吧 那么现在不光是消费要降级 连孩子上学都成了问题 那么由财政危机到社会危机 已经在内阳上演 那么相信呢 将会在很多中国的城市上演 那中国的城市居民 也要做好准备 好 谢谢你们照 谢谢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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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最不发达国家 重债穷国 内陆发展中国家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截至 2018年年底到期 未产还 政府间 无息贷款债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未产 未产